同样是被艾宝暴揍 福宝和瑞辉姐妹有何不同 福珠珠从小就一身反骨又菜又爱玩 妈妈越不让爬树福宝就偏要爬给他看 艾宝气得差点咬碎一口银牙钻紧双拳冲上去 一顿操作把闺蜜从树上教育到泥地 然而刚撒完气的艾宝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调皮的福宝就再次对木架发起了冲锋 艾宝怒火直冲天灵盖立马送上挨打教育 没想到骨骼惊奇的福宝还想冲上去还击 只能说够勇小家伙请你自求多福 这天福宝不怀好意地蹲最后一颗油菜花旁 还顺便甩了来一探究竟的老母亲一巴掌 想到反正昨天今天明天艾宝都会揍自己 那就干脆先下手围墙搞个轰轰烈烈的事业 接着福宝开始恶狠狠地手撕油菜花 仿佛跟对方有啥血海参仇似的 结果扭头就被艾宝雄脏巨火 被压着游街示众后就要当众问斩 死都要死了福宝顺势扣了下妈妈的鼻孔 反正就是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只能说福宝每顿奏都是凭实力获得 每次纷争